Sysso教學 2 蛇癌 你是什麼時候檢查出來蛇癌的? 今年的元月底,但是在2年前就有症狀 不是很明顯,但是知道怪怪的 試著什麼樣怪怪,是舌頭破嗎? 不是破,它就是卡住,說我有痛,那裡有痛 但是,都沒有什麼症狀,但是我內心有苦 所以說我用自己製作主張的,做斷食 自己運動、游泳、打球 那個我都有做,生活體力都正常 每天都運動,但是 甚至斷食常斷九天八天 常常在斷,到去年的十月 到十一月這個時間,才明顯的開始 欸,扣大人會,講罪漏了,就知道了 但是我一直到今年的 連累,佛堂的宿舊公 叫我去吹噴看看 那是吹噴出來 他說這個要做大手續 這個舌頭要前一半以上,甚至還要化癢什麼 我聽到這邊我就 我就跑了啊 因為我本來這一套,我爸爸被折磨了 我知道,我爸爸也是死了 坦白講,都一樣 我爸爸有化癢手術,但是生活體質很低 九成的九年 九年後是胃癌 不怎麼樣,又長胃,胃癌就一年就九年 那時候連接到,做化癢,連累都 整個的下來,瘦到順無四十公斤 我爸爸這樣,醫師 胃癌本來有七公斤 開始做化癢 這個不適合做那個 手術 那個是胃癌,我爸爸第九年 第九年 得到肺癌以後 醫生做要做化癢 化癢幾次以後 變三點五公斤 那個醫師說 有縮小 你不要高興 叫我不用高興 為什麼 你爸爸 最後還是會屬於敗血症 叫我不用高興 我都莫名其妙 我都不懂啊 最後有抗要性 又換紫三醇 對 阿伯,這幾年要做 做到最後整個 滿意都完全下到 都化癢 痛到 哀嚎到 叫娘叫爹 只剩下 40公斤不到 最後送醫院 真的就那個醫師講的 就是敗血症 整個習慣完全衰竭 所以我知道這個過程 我陪我爸爸陪我行美 我有 前醫師說 我過去有出兵兩個 我也怕這樣 我每半年都做一次口腔 連沒檢查都正常啊 而且我生活有吃素 我生活情緒都正常 都運動倒球 痠痠痠痠痠 痠痠痠痠 還是會 還是 還是折到 那中間 除了找自然療法 還有什麼 斷食啦 這些 斷食之後不好 沒有 之後到今年 人類就 就確定了嘛 確定確定 我就找我姐姐 我自己已經做了 那這 這兩個月 你姐姐有推薦什麼 處理嗎 她有推薦一個 那個就是 一個師姐 就是說 種魚食 幫我做 那個 就是換氣 還有做 那個 針灸 中藥 中藥 已經兩個月了 之外 我都做 李鳳山的平反鍋 沒有斷 那麼 從今 去年的 十一 沒有吃 他們都沒辦法吃 現在都沒辦法吃 因為我熟頭熟 下漲 中藥 我沒有辦法吃 餃 咬河 沒辦法 還好 早天留一口 鵝鹿鹿鹿 讓我 可以用鵝鹿 所以 我都用打薑 那 就是這個過程中 就是針灸跟中藥 對對對 還有氣功 好 那中藥 開什麼方 我看一下 比較偏寒涼 對 比較偏寒涼 以前都會 大部分的話 到中午過後 都會拉比較細 對 已經偏寒涼 這個藥是偏寒涼 謝謝 我就不便多說 但是你看我的書 我已經說過 這一點 原始點跟中藥最大的理論 是不一樣 所有疾病 包括腫瘤 皆因體傷 及熱能不足 所謂熱能不足 就是要溫補 所以為什麼原始點比較強調 薑 溫膚 這一類 那一般是 禁食寒涼 你現在開的藥是偏寒涼 所以 我的建議是 不能吃 那 哇 這個也是不行 還有你那個 所以你現在在找的 你幾乎沒有寒熱的概念 我認為 我早期在自然療法裡面 就是為了這個 啊 因為我本身是醫師 所以對這些很敏感 是 第一個要先分寒熱出來 是 靈芝全部偏涼 那這個又貴 又難涼 所以這個就 暫時停掉 不是暫時 根本是已經 你們是走錯 自然療法 你們很難走出來 是 我走了好多年才走出來 然後加上我看了無數的患者 最後的結論 好 寒涼絕對不能吃 所以你這個靈芝啊 維他命都是錯的 嗯 像那個安律的什麼 通通不行 就是那個綜合維他命 通通不行 嗯 那個簡單講啊 維他命這個都是強調成分 就是強調成分的問題 那成分是西醫的概念 其實你說你離開西醫 你不要用西醫 其實你又 多入西醫的概念 好 所以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說你們怎麼可能走出來 不可能 那如果以中醫 其實他是比較強調溫補 我如果以中醫我會強調溫補 但是中醫很多醫師會把 研究到最後也會受西醫的影響 他們認為有一些中藥可以抗癌 包括剛剛一開我就知道了 這些以前為了研究我太太 大陸的書有關所有的癌 哇 我都買來 叫我弟弟買來 拿到山上研究 最後讀出來 我發現大致分成三派 這個我就不說了 那再經過我這樣臨床實際 再研究癌症 我最後確定一件事 癌症絕對不能用含量 也不能以毒攻毒 現在中醫還是有一些以毒攻毒 甚至開蟲藥 含量藥 這個都是有問題的 所以也是因為我這樣堅持 差不多也 我太太是2004年走 2003年進入加護病 那2003年開始研究 到現在2022年 簡單講就是關癌症這個過程中 我已經走了將近20年 就是在研究各種癌 所以你會用什麼大概我一聽 然後再看你這個 你是自然 自然還有分中醫的概念 跟西醫的概念 因為醫學就這兩大體系 我看你還是糊裡糊塗 你什麼都不知道 因為這些都是西醫的概念 尤其維他命就是 痰成分 痰成分是西醫的概念 因為他們要把藥物提起 提念 看看他有什麼成分 他以後用這個成分 來改變你身體局部的作用 這個叫成分 那中藥他 我比較傾向藥有含熱 病體質也有 當然也有含熱 這個是中醫原始的想法 那你含性體質 你就要用溫熱藥 熱性體質就要用含量藥 所以他們常常會這樣開 然後再加上中醫 對癌症受西醫的影響 有些他們就會有專書 某一種藥 比較屬於抗癌 我剛剛一看我就知道 因為這些書我都研究過 所以你我一看 我大概就知道那個醫師在想什麼 但我想什麼那些醫師是不明 不清楚過 因為每個人走的路不一樣 我本身以前也是中醫師做了差不多20年 那遇到我太太 我發現很多問題了 就是一路研究 然後自然療法什麼我都研究 所以我發現太多問題 必須要重新釐清 然後才以後才會在這20年 將近20年的過程中 再把原始點洗下來 其實原始點就是為癌而血的 所以各種癌應該都遇過 斷食癌法會讓人家飢餓 其實他應該是補充熱能 不應該是用斷食癌 越來越走 越頂越虛 那越沒有效 所以這些我都不肯張 他現在已經沒有了 他那不是有過癌嗎 什麼 風疆 不能癌 一樣的 也是偏寒涼 是 其實有呢 都不行 都含涼 所以你根本是走 你的自然療法是走向寒涼去 我看你會越走越路越窄 所以你聽很多 但是 你真的已經 還好你今天是很快找過來 我只能這樣跟你講 但是 你一定要看我的書 才會起生性 力量來自於性 做兩個 我的感覺 沒氣息 對啊 你都用寒涼 原始點寫的就是 熱能不足就是要補充熱能 就是要用溫的 沒有其他 是 你了解我的意思 吃素的人 你別以為吃素就會健康 你不對 因為青菜啦 一些很多 都是偏寒涼 所以還要懂得加薑 辣椒 花椒這些 那我的三餐稍微跟你講 早上就是吃安定的高蛋白 不行 蛋白 這個我就第一個 馬上就知道你吃錯 再說 對 還都維他米鹽 這個也不行 六大什麼三 看不到幾十顆 對 那個都要改變 再來我就吃一顆 優格 優格也是含涼 所有水果都是含涼 蘋果 含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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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水果都要進 香蕉 含涼 所有水果 我一句話就把你點過 所有還說 水果沒有一樣是溫熱 再來要煮這間 清香菜 湯湯的 很清淡 清淡足夠 但是沒有熱能 熱能就是中途 我們這個 糙米 黑豆 黑豆 還有 陰水豆 這些其實不算溫果 這些其實 算健康的人吃沒問題 但你的體質已經有體傷跟熱能不足 你要吃這些而來改善你體質很難 再來晚餐 我都拿這麼高的菜 不然就要去 那些番茄 脆脆的 再來 再來 也是一樣 又高蛋白 我三個回來 兩個月 二三個月 都這樣 好 你不要說兩個月 你再一年兩年 你繼續這樣吃 我只能說應該還會餓化 我已經幾乎看到你未來的路 那這一部分我建議你 我那裡的每一篇 對你都非常重要 像你怎麼飲食 在醫療與保健那一篇都講得很清楚 那第一篇就是疾病與衰老 主要是針對西醫的檢查 他們檢查對你的病情 有沒有幫助 很簡單 那一篇也都蠻重要 然後第二篇是癌腫炎 那一篇就直接針對你的腫炎講 西醫的處理方法 大部分是以這個概念 那中醫我比較少琢磨 就是中醫問題很多 所以如果中醫沒什麼問題 老實講 我自己當醫師 我不必要把我診所關掉 然後來跟你們聊天 這個是沒錢的你知道嗎 等於這樣我才能心很輕嘛 就是 因為沒有利害關係 我們幾乎是沒有利害關係 我只是提供你一個 我認為對的方法 那方法是最重要 因為我說的 你要去哪裡 你的目標在哪裡 你第一個要先確定 你的方向對還是錯 如果錯 我剛剛講 要往北 你坐往南的高速 你速度越快 離你的目標越遠 所以你是很努力啊 但是我已經可以預見 你已經離你的目標 正在加速的錯誤方向對 原始點依許 對於生老病史 這一個人生的大問題 他只能做到怎麼樣 讓你延緩衰老 延緩衰老 然後如果有症狀 可以解析症狀 甚至改善症狀 甚至把症狀都解決 然後對於疾病還可以 達到預防疾病 因為把體力調整好 疾病不再來犯 還可以延長生命 但是他不能做到 讓你不老 不病 不死 但是這個過程中 我就是講 第一點我可以讓你 減輕痛 解決症狀 但是我不可能讓你不老 但是我可以延緩你衰老 但我雖然我沒有辦法讓你不死 但是我可以延長你壽命 因為你走對方法 這就是我的目的 研發原始點的目的 然後甚至對於疾病 還可以達到預防 因為藉由舌頭 讓你其他的部位 得到健康的方法 像你剛剛說的 有些是對的 你用甩手工 甚至去運動 甚至做什麼 福利挺身 甚至有一些 轉動的這些拉筋的 你都可以做 還有一樣 抹茶和春 不要啦 只要茶的都不要 所以你們在談養生的 我都知道清淡為主 那清淡出了一個問題 他偏良多 偏良多 所以在素食裡面 一定要懂得加薑湯 我第一天我就有跟他講 可能你們還要懂得 用溫薑湯 甚至含薑粉泥 甚至你嘴巴也可以含 但是我怕很刺激 所以就是如果有傷口 那可能還要用薑湯素洗 那如果素洗後 要吞服薑粉泥也可以 這樣你熱能就可以慢慢補充 這是補充熱能 本來原始點是鼓勵家屬 我們教你怎麼做 然後你們做 然後我們來輔導 但如果你真的沒有家屬 我們先來幫忙你 如果家人願意學最好 因為有時候你 對因為你有症狀 我想教你怎麼解決症狀 直接就是解決 因為你現在那個腫瘤 我還是要看一下 對 你口罩拿下來 我們看一下 有啊我屋下讓你看好不好 因為我到現在我都不肯看他 我告訴你 這個觀念還是要改 腫瘤一定要怎麼樣 面對他 解決他 你這個叫逃避 我一再講逃避腫瘤會消嗎 不會 而且腫瘤它到底長多大 甚至要怎麼按 因為你這個是一定是突出來的 突出來看得到 有一些不是 它是舌還是好像破洞 就一直裂 所以這種形態有些都不一樣 至於突出來的 它如果有硬結腫塊 甚至它將來會破掉 這個都要講清楚 然後照進去 然後再 這樣照得到嗎 一點點的嚴重 不是很嚴重 不是很嚴重 你還沒有看 這個舌癌 口腔癌 它有時候會一直擴散 甚至到波動 大太多到底跌著 它有時候 那你現在那個傷口 會痛嗎 可以按齁 前幾陣子 就是 不靈活 不靈活 就講話 不靈活 講話不靈活 卡卡的 吃東西為什麼不能吃 是因為會咬到嗎 咬喔 那個舌頭轉動會 會痛啊 舌頭就是轉動會痛 要吞嚴比較有點困難 三口清洗 是用薑湯清洗 前幾口 薑湯素洗完 再接著 你要喝薑湯也可以 你那些都要戒掉 別的地方 也都不要去 真的 我是跟你這樣講 就是 我剛剛講的五穀粥 早上都不要水果 什麼都不要 也不要維他命 ABCD 五穀粥 青菜少吃 但要吃 一定要加薑跟辣椒一起去煮 煮熟 不是 胡椒 胡椒 花椒 辣椒 但是我怕你舌頭會很刺 剛剛會啦 慢慢吃嗎 所以剛開始淡一點 三餐就好 不是 你可以加 我剛剛講的菜 煮爛一點 煎粥 煎粥 煎粥打都可以 這些都可以打 然後加一點點薑汁 進去 它很好喝的 然後午餐就是 一般飯也可以 都沒有關係 你只要舌頭 現在就像你講的 你舌頭不靈活 我們做做看 如果靈活 你就可以少量這樣吃 菜也可以吃 但是我剛剛講的 要煮軟一點 然後要加薑 辣椒 加一點點 讓那個菜 藥性比較溫 偏溫 不要頭部受寒 所以你出來 要用圍巾 對 稍微圍巾戴個帽子 不圍巾 然後甚至戴到這裡 整骨下眼 然後圍巾要圍 這裡都不能受風寒 這裡對你的舌頭很重要 嗯 這有沒有這麼痛喔 嗯 所以喔 根本都有問題 我還沒有出力 你就再叫了 很痛 很痛 因為它第一次剛剛直接出來 來 手放下去 不要對抗 整個身體放鬆 等一下按完會很舒服的 我先輕一點 這樣可以喔 嗯 這裡痛嗎 嗯 不會 好 很痛喔 一樣是嗎 嗯 跟剛剛鼻哪一邊比較痛 嗯 一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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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要 不要對抗 放鬆 嗯 它整個頭部都痛 對 嗯 整個都奔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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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你現在的感覺呢 舌頭動一下 看看有沒有比較靈活一點 有啊 有齁 嗯 嗯 比較不會像剛才那麼緊啊 不會了齁 有比較鬆了齁 我告訴你 你這裡都奔緊 我說所有疾病皆因體傷及熱能不足 這個叫做體傷 按了特別痛的叫做體傷 嗯 所以這直接就是針對舌癌的大開關 去解決 啊你這裡都痛 每一點都痛 你這裡沒有解決它怎麼鬆 你知道別的地方效果都流行 所以我現在跟我講話也比較鬆了對不對 舌頭 我連聽我講話也這麼鬆 對啊 我告訴你喔 你回去喔 這裡我剛剛按過的地方會非常痛 嗯 因為你就好像腳沒有運動過 啊跑步之後可以開始痠 有時候會痠兩三天 對 因為你從來沒有被按過 而且我確定是很痛 嗯 啊因為你的痛應該是從淺層到深層都在痛 嗯 我剛剛只是揉表層 你的痛到受不了 所以我就鬆手了 我等一下再稍微進去一點點 啊回去就會很痠痛 啊這個是屬於正常現象 隔一天還要繼續按 啊它按慢慢就適應 然後這裡就鬆掉 嗯 啊你舌頭才會鬆掉 嗯 這樣才有好的機會 嗯 現在按會比剛剛好 比較不會那麼痛 因為 剛剛有表層又比較按鬆一點 所以它舌頭有比較鬆 所以就不會那麼痛 嗯 嗯 因為早就應該來了 它剛開始掛掛掛兩年了 它這裡都沒有處理啊 嗯 所以它一直在本井中啊 啊靠那些寒涼的又解決不了它的問題 嗯 然後本來也不能切片 你們都不該做的很多都做 嗯 那個我在海種流都有講 啊那個傷口就不容易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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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右邊長 右邊破 所以右邊特別痛 嗯 耳後雖然都痛 它右邊更加嚴重 嗯 是可以確定 嗯 現在感覺又沒有比剛剛又更舒服一點 對啊 我確定啦 對 它可以對 對喔 它等一下我要立刻幫它塗漿 因為你剛按完熱鹽最容易進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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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吃什麼要都會過不去 都不行 都不行 嗯 那把他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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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了解一下而已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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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會幫你看看 剛剛塗完現在怎麼樣 嗯 不舒服啊 沒有啊 啊 覺得有比較冷啊 噢 噢 噢 已經有比較鬆一點 素質有比較鬆啊 嗯 有啊 呃 按完就應該有比較鬆 啊 塗完有沒有更鬆 應該是有的吧 有幫助 對啊 有幫助啊 對啊 我告訴你 它就是這裡 又緊繃回來 你這個是嚴重熱能不足 嚴重 嚴重 就好像我幫你揉鬆了 它為什麼會奔回來 因為它熱能不夠 所以不能一直推動它 所以它又奔回來 所以我為什麼要說你隨時都這裡按 嗯 就它按了它就鬆 所以差不多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就奔回來 是不是 那代表你還蠻嚴重的 哦 這個 這個稍微用力它就會受不了 所以它又跟回來 所以它又跟回來 你忍一下啦 這樣效果會好一點 好不好 現在動動看 又是不是又鬆一點了 啊沒辦法 你怕痛我也按不了多久啊 我還只按表層而已 還沒有深層 還沒有深層 因為它很痛 按不下去 因為它已經痛到不下去 我一直想說我不用按 按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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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這個沒辦法一按 然後那一個我常常給他的那個 就是他自己自己按 對他要自己按 讓他痛出一直 慢慢刺激 慢慢刺激 他這個就會鬆 你要靠自己哦 因為你現在也痛 我也按不進去 那你也知道了 原來你舌頭的分頸是由這裡引起的 好 這個 這位患者是舌癌 那在兩年前 他就感覺舌頭 好像就是怪怪的 尤其到 今年就是今年初 他感覺更加不靈活 所以在一些朋友的介紹下 就去西醫 切片檢查 確定是舌癌 那因為他家父 也是因為癌 他接受西醫治療 而這個過程因為很痛苦而腫 所以他不選擇繼續西醫講的 手術跟化療 那就開始找自然療法 那各位也聽到他的敘述 所謂自然療法 其實他還是去找一些寒涼的 尤其也脫離不了西醫的概念 譬如維他命ABCD 甚至人家介紹什麼 一些靈脂啊 蜂椒啊 這些比較寒涼 他也是在用 那找醫師開出來的 我看也是寒涼 所以他這一段時間找了兩個月 他感覺也沒有好也沒有壞 好像還停留 但在我看法 他這些都是偏寒涼 已經正在消耗他的熱能 所以他的體傷也蠻嚴重 那各位也看到了 事實上他頭部體傷 尤其是耳後那幾點 輕輕一噴就非常痛 所以我只能慢慢按 那連續也按了兩次 按完 其實他舌頭已經有比較鬆了 但他昨天又來 我也有約他 他還是有感覺比較好 但是按完之後 最舒服的時間是 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 然後慢慢會奔回來 然後他回去自己也有接觸工具 再按耳後這幾點 所以總體來看 還是比第一天好 那所以癌症在我看法 一些不舒服感 症的不適感 還是要從大開關下手 然後剛剛過程中我按完 還有幫他塗薑粉泥 包括整個頭部還有臉部 也幫他塗薑粉泥 然後再用紅豆袋溫膚 整個處理過程 這樣下來 他感覺是 因為他自己走了那麼多路 就沒有一個方法 能夠讓他立刻解症 也就是讓他舌頭轉動 比較靈活的方法 所以他接觸了原始點 他也感覺滿有信心的 那這位是誰來 我就補充說明到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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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